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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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一起在太学读书 太学毕业后 两人将各自返乡 范居清握紧张元波的手 依依不舍地对他说 两年后的某一天 我将到你家拜访 探望你的父母跟孩子 小朋友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范居清一约要约两年后 既然约两年后 为什么现在就要约呢 因为啊 范居清住在山东省 而张元波住在河南省 就算以现代有高速公路的情况下 开车最快也要五个多小时 何况古代交通不方便 骑着车马颠颠勃勃 又没有电话、手机或是email 联络超不方便 只好先口头约定下来 但两年间彼此会发生什么事 也都很难说 当约定的时间快到时 张元波把这件事告诉母亲 请母亲准备些下酒菜 好招待范居清 母亲说 你们已经分别两年了耶 还相隔千里之远 你怎么会相信 当时口头上许下的诺言 她还会记得呢 张元波说 范居清是个非常有诚信的人 一定不会违背诺言的 母亲说 好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就为你酿酒设宴席准备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 范居清果然如期前来 她登上天堂 拜见张元波的家人 一起喝酒聊天 尽兴欢乐 才告别回家 两人分别后 常常书信往来联络 扳着手指头 数着 下一次的聚会是什么时候呢 然而 好景不长 张元波生了一场很严重很严重的大病 许多同乡好友前去看望她 张元波却感伤的说 唉 人的生死有天主地 我并不怨恨什么 只是我与范居清最为之交 如今不能再见一面 实在是感慨 又遗憾 当天夜里 张元波就病逝了 张元波过世的夜晚 范居清忽然梦见张元波 她惊喜地问道 元波 你怎么来到山东啊 不料 张元波戴着黑礼帽 帽颜垂挂着帽带 脱着鞋子 匆匆忙忙地呼喊说 菊清啊 我在今天病逝了 将在初八的时候下葬 永归黄泉之下 如果你没有忘记我 怎么能不赶上最后一面呢 范居清吓了一大跳 正要更详细地问时 突然天气响起一声大雷 范居清恍然从梦中惊醒过来 愣愣地半想都说不出话 眼泪不自觉地一直流下来 可是不行啊 已经没有时间再哀伤了 范居清回过神来 立刻穿上为朋友吊丧的衣服 快马加鞭 地叶赶路 前去奔丧 初八这一天 初病的队伍依时辰启动 范居清还没赶到 到了墓地要下葬时 棺材突然变得很沉重 任凭再多的人来扛 都搬不动 似乎不肯进入墓穴 大家都感到很纳闷 张远伯的母亲见状 便抚摸着棺木说 范居清下车 抱着棺木痛哭 哈哈哈 哈哈 琴瞧着棺木说 上路啊原伯 死与生不能同路 从此勇也有 当时在场的有上千人都感动的流下了眼泪 随后半巨青拉着绳索 这才慢慢的将棺材放入墓穴中 葬礼过后半巨青留在坟墓旁边 为原薄修坟 种植花木 最后依依不舍的离去 故事到这里告一段落 半巨青与张元博两人重情重义 他们的友情超越了距离 超越了时间 还超越了生死 穿越了历史 相隔了千年的时光 依然还很感人 故事后交通不方便 联络也困难 毕业后在不同的城市里工作 便很难有交集 但是他们两个互相信任 互相重视 互相了解 所以尽管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小小约定 也必定会遵守 古时候说 以诺千金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便是这个道理 那范剧青怎么能够确定这个梦是真实的 还是他自己吓自己呢 万一他穿上了黑衣服 戴上黑帽子 前去奔丧 却发现张元博还活得好好的 不是很触眉头吗 所以啊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认识到 有一种感情 就叫做范剧青与张元博 范剧青非常确定 就是老朋友托梦给他 他们是生死自交 在世的时候是知己 死的时候还能心电感应 在这边 薇棠姐姐要祝福各位小朋友们 在人生的旅途中 也能交到知性的好朋友 一起成长哦 实在故事同心格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青与张元博 优独播剧青与张元博 在阿尔丽上 这次暗剧青与张元博 осalt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days of old lang syne 以上由时载时载网络教育学院制作播出 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